大家好 我是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的劉盛陽 在今年研究所考試中拿下台大第一 中心第三的成績 其實我在大二的時候就決定要考研究所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找補習班 經過網路的查詢還有一些電話詢問 後來我就決定報名高院補習班 然後在大二的時候我就跟大三的學長姐一起上課 可是因為我們大二升大三的時候要暑期實習 然後就荒廢了兩個月 然後之後課程就沒有繼續上了 然後直到大三下學期 然後輪到自己成為了應屆考生 然後就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 才覺悟開始認真準備研究所考試 思維跟實話的部分 我都是看黃上平老師的講義 老師的講義編排得非常好 而且內容很豐富 老師上課很有趣 而且很有內容 常常發明一些奇怪的口訣 還有畫圖讓我們印象更深刻 然後台大的實話常常考一些結構式 像是今年就考了葡萄糖 葡萄糖酸 跟澱粉和花青素的結構式 所以各種結構式一定要自己練習 然後要記手 然後台大的實惟 過去常常考俊名 所以俊名和俊的特性 一定要背著滾瓜爛手 雖然今年考題沒有直接考俊名 可是我覺得在回答中 適當的放一些俊名下去 會有加分的效果 然後中心的維生物 考基礎維生物的比例很重 所以基礎維生物一定要毒手 然後實價的部分的話 因為實價範圍比較廣 所以除了楊史老師的講義外 我還自己買了一本參考書作為輔助 台大的加工常常考乾燥機 所以楊史老師講義中的各種乾燥機 一定要把特性跟優缺點給記手 然後那個乾燥機的剪圖 一定要自己練習畫過 中心的加工會有工程 所以除了楊史老師講義上的考古題外 我還找了一些 講義前面提供網站中的一些題目來練習 然後我覺得多練習 應該還是會有一些幫助 至於念書的方法 我覺得念書就是別污它法 就是上課認真聽老師講解 然後下課之後好好複習 然後我讀書的地方就是選在 學校圖書館的地下自習室 因為那邊的手機幾乎收不到信號 然後可以讓我心無旁駛好好念書 然後我會在補習班老師每次上完一節課之後 把下一次上課之前把這次老師教的部分 全部都複習完 然後把不懂的部分都整理在紙上 然後方便下次去問老師 如果暑假不用上補習班的話 我平均大概一天是看八到十個小時的書 然後開學以後會盡量讓自己能看滿六個小時的書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看書之前一定要 前一晚上一定要睡飽 不然你昏昏沉沉去圖書館其實也沒有什麼效果 至於考古題的部分 我覺得考古題非常重要 雖然不是說每年都會出過去考過的題目 可是我覺得多練習考古題可以增加自己的手感 然後可以訓練自己的文字表達能力 然後多做考古題也可以讓你寫考卷的排版變得更漂亮 然後中興大學的出考古題的距離很高 所以中興大學考中興大學的同學一定要把握考古題 以免錯失得分的機會 準備研究所是一條很漫長的路 能堅持到最後才會獲得勝利 雖然有時候會覺得很痛苦然後讀不下書 但是 就是只要拼這半年 你可能未來的幾十年都可以享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為了更漫長的人生 就是還是要撐下去 至於我覺得讀書的心態就是 要抱著一種謙虛的態度學習 就是不要 不要覺得自己什麼都知道 你要覺得自己知道的東西很少 然後 不要覺得自己什麼東西看一遍就會了 就是要多複習 要把整個 概念都深深刻畫在自己的腦海裡 然後現在的研究所考題其實還蠻活的 所以要 平時就要好好充實自己 才能面對這種大海撈針的考題 雖然考研究所真的不容易 但是 相信只要堅持不放心 相信學弟妹也一定可以做到 謝謝 劉同學我問你喔 因為我們在學生在讀書的時候啊 你覺得這種 我們這一般的補習班的課本啊 你在一開始要怎麼看 會比較能夠看得懂 然後之後要怎麼樣去複習 就是說你要是多看考古題 還是多看他後面的經典立體 還有那個老師的這個詳解啊 會放在哪時候去看 好大概說一下你怎麼去準備 好這三這個思維實話思家 一開始怎麼看 中間怎麼看 到最後要準備 要快要考的時候怎麼看 好這種步調大概講一下 如果準備的話 我 一開始看書我都是先聽老師講 然後老師講完隔天 我就會馬上複習老師講的內容 然後就是回想說老師昨天這個部分 是怎麼教的 就這樣一遍一遍複習 然後就可以讓自己印象比較深刻 然後看完 因為老師的 每個內容後面都有放考古題 所以就是看完 每一個章節之後 後面的考古題 就 其實也不用 一開始也不用到 都動手去練習做 就是你要先 思考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要 你要怎麼做 因為其實老師上課的時候也有講 就是每一題大概有寫法 就是你要用思考 思考的方式就是 看你這題到底會不會 如果你不會的話 再翻到前面去 再去把前面這些內容讀手 然後 讀書的步調的話 一開始就是 你要先規劃好 你大概 你先排好就是你要看幾遍 我覺得至少 每一顆都至少要看個三遍以上吧 就是你開始要 我覺得第一遍是最重要 你要先排好 你第一遍是要花多久的時間去看 就假如說我一開始定 我看第一遍要60天的時間 有兩個月的時間 我要把第一遍讀完 然後你就要好好的去讀書自己 在這段時間可以把這些讀完 然後再來是要花多久的時間去看第二遍第三遍 然後考古題的話 我是大概 考前可能兩個月開始 開始陸陸續續在做 然後考古題的練習 就大概拿B5的指 然後要練習怎麼排版 然後像老師 老師發的考古題詳解的話 就是你 你可以選擇先看 或是你做完考古題之後 再來跟老師的考古題 就對應兩邊的答案 有差多少 其實因為老師的考古題寫得很好 所以你 就是可以 就是做完考古題可以 去看老師講解之後 可以知道你哪邊是不足的 我這樣子聽完 劉同學講完 我就覺得他準備考試啊 是有心機 有規劃 有組織的喔 因為他還有自己練習 去練習排版 然後怎麼樣寫會比較豐富 怎麼樣寫會比較多 所以他都是 一般學生就是看完 然後第一次考試 第一次用手寫就在考試當天寫 很多學生都這樣子 然後在這時候可能在下筆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寫才會比較多 那有時候你寫完後 啊想到了 有東西沒寫 來不及了 所以說 劉同學他其實是有 有陰謀 有組織有規劃的 他都會想好說 這 是 預先先練習寫 這個是 其實 考到最後大家都是拼 你 讀了好多東西 但你怎麼用手去表達 你所有讀的東西 我覺得這點還蠻重要的 那在 有一些同學遇到一個問題啊 大部分都一樣 我一開始 好一開始認真的讀 好不容易撐了三個月 好 第四個月 我就好疲倦 我讀不下去 我想要休息一下 一休息就一個禮拜過去 有些人兩個禮拜過去 不然就打個遊戲 然後就是入迷 那你怎麼樣去 想辦法強迫自己 我一定要考上 我一定要為了我未來 人生更美好的未來 我現在就要努力了半年 你怎麼督促自己 能夠撐這個半年 其實 讀書讀到後來真正會 有點疲倦 可是 因為你在那些你覺得 我 都是一看再看 可是 有時候就會想 想要打混 小摸魚 可是 你知道就 有那種想法就是 我撐過這半年就 就好了 就有機會可以 可以上個好學校 所以當時我就把 我手機裡面在玩的遊戲 全部刪掉 然後 YouTube 因為刪不掉 所以呢 我就下載一個程式 拿它鎖密碼 附了很長的密碼 讓我每次看YouTube 就要 就要打很長的密碼 我就不想看它 然後把它放在資料夾裡面 要開好幾個資料夾 才可以看到它 所以 就可以 可以讓自己更心無旁目的 去 去 去讀書 去考試 怎麼堅持 怎麼堅持 心態喔 就是 覺得 你要覺得說 你是跟大家競爭的 你現在休息了 別人還在看書 因為別人 像我讀嘉義大學 好像 嘉義大學 你看到別人都還在看書 那你要想到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可能 底子都已經比我們好了 那 它跟你競爭的學校是一樣的 它比別人在看書 那你要 你要用什麼方式才可以贏它 所以你要 比別人更認真 像老師都說 至少一天要看六到八小時 那如果你覺得自己很聰明 你覺得你 平常讀六個小時 可能就有別人八小時的效果 可是 可是如果你 這麼聰明了 你讀八個小時的書 那你是不是 比別人 比別人 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 這樣子 你這樣才有機會去 贏過別人 經過劉同學這樣講完 我想到我 準備大學聯考的時候 我大學聯考 我記得 我是讀到 好 這題出來 馬上頭腦想到 是哪一張 哪一頁 左邊還是右邊 左邊的上面還是下面 馬上都好清楚這樣 然後 在準備大學聯考的時候 有時候做夢 夢到 那題我不會寫 馬上精醒出來 看 馬上去查書 那這樣子 你這樣 就是盡量能讀到 像這麼熟 好像是整本課本 是你自己寫的一樣 我覺得這樣子 應該不考上也難 但是我 再講一個重點 最重要就是 你要最後 真的要像劉同學一樣 拿紙練習 去模擬說 怎麼寫多 怎樣能把你的 所想的東西 能寫在這個紙上 好 那劉同學有沒有 其他要補充的 那同學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好 沒有 那我們就 下課 十分鐘 給劉同學跟底下的 同學交流